有民众分享自己开在高速公路上 但雨刷却突然断裂的画面 而且就这么刚好还断在驾驶 这一侧超级危险 大雨中驾驶开车行驶 高速公路视线很不清楚 不过比这雨势更狂的 是雨刷撸着撸着突然断了 雨刷暴雨中上工直接卖命到往生 只剩下三分之一截 断的位置还刚好是左侧驾驶正前方 把驾驶下出一身冷汗 民众分享这段经历 说自己差点就往生在高速公路上 事发当天他跟朋友去台南玩 没多久驾驶耐测前挡雨刷竟然断掉 导致他要歪头到副驾的方向开车 用不到40的时速下交流道 最后找到了一间卖汽车配件的 赶紧换了一组雨刷 而这台车其实是他借来的 发生这种窘境 始料未及 只是雨刷怎么会刷一刷 突然断裂 有可能是受到暴雨影响吗 找上专家来解答 有可能就是说他本身品质不好 那另外一种就是有可能说年久 如果他晒太阳晒太久 他的那个卡榫 他有可能会产生断裂 当雨刷老化 有些车主会自行更换 不过这些细节要留意 透一声的话代表说 这个雨刷的卡榫 确实有老老的透注 平日行车可以自行检查 雨刷条是否有军列变形 避免出现大雨中雨刷断掉的惊魂剂 华氏新闻里欢迎收到新许文南台南高雄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